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Mr.M先生 今天,我们又来到我们欢乐的这个 运动卡,Sport card 欢乐时间 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 我们今天就来开一下 我几张送去鉴定的卡片 那我送去的鉴定卡公司 不是Backet或者是PSA 那我送去的卡公司呢 是一间叫做M&T Grading 加拿大的鉴定卡公司 那它基本上它的卡片 它的卡盒 跟Backet的卡盒非常相似 那它的外观的设计 我觉得 本人觉得是比Backet还好看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 就先来开一开 这个 这个卡包 那我好像是送 不知道三张还是四张吧 那它的价格呢 它价格也是非常清明 就是大概 两天的工作天的话 是大概三十几块加币 那三十几块加币的话 换算成台币大概七八百块吧 绝对是比 三千多块的这个Backet 还来的划算 就来看看里面 它还把你旧卡盒 它还把你旧卡盒送回来 Backet就没有 Backet就直接拉去了 就是这个 包装 外包装是这样 那我们就来把它拆开 拆开 这个好像用剪刀 在乱剪开的那样子 它包的很扎实 所以这个卡不会乱动 是不错的地方 我们先看第一张 是我的 是我的Jordan Patch 看我们拿跟这个Backet 比较 这是Backet 同样是7.5 OK 它也有这个Centering 看有没有在中心 Centering 然后Corner 就是这个角角边边的地方 Service 7.0 所以不是说它便宜 然后它就可以你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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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的话我想就是 一些零零角角的地方 有没有 有瑕疵这个Service 的地方 所以 那没有关系 因为是Jordan的卡 这张 漂亮的卡 那卡片的话 嗯 我们跟Backet 比较一下 这是它的侧面 其实差不多 有没有 设计的话 其实都是差不多 我觉得是一样的 这个卡盒 这个是Mint 只是说它Logo Logo也是一样的地方 但是它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怎么讲 金属 金属片 做这个 剪定的金属片 然后右边 这个就是好像 Backet 是用紫的吧 对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跟Backet 比较一下 这是后面 OK 那我看看里面 有没有 这个 它里面没有那个 塑胶封套 它就是直接把 它直接把卡片放上去 这是差别的地方 基本上卡盒是差不多 但是里面的话 它就是没有用那个 那个塑胶封套 把卡片封起来 把卡片封起来 OK 我们看第二张 第二张 Zayan这个 银亮卡 我们跟Zayan 爬在一起 那 这张的 Corner就是9.5 Service 8.5 Service和Center Center Center 好像有一点 Y 就是 向右 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 Service 8.5 因为是 这个地方 它凹进去 这个是 当初 那个 印刷的问题 就是有点凹进去 你可以看到 这个反射的地方 有没有 这里 这里被扣分 那其他的方面的话 那我觉得是OK 背后也很干净 有没有 背后也很干净 那我觉得说 如果你是想自己收场 那有一个塑胶盒来保护的话 那我觉得MNT这个公司是还可以就是 还可以考虑的 因为它价格便宜 然后做的东西也不差 好 我们就来看 我只送了三张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送卡片 就给它键定 那这个就是 Jordan签名卡 Jordan新人的签名卡 那当然就是因为时代久远了 所以这个 角落 或者是一些边边 的分数 就不是说 会很理想 但是 可以接受 corner是4分 edge 就是这个 edge 就是这个边线 6.0 但是还算是蛮center 7.5 然后service 也是6.5 这样 那我们看看后面 后面也是这样 好 那今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好 给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 MMT的公司 好 那 这公司 在这个 网路上 Google 上都可以搜寻得到 你们自己可以去 看看 如果有什么问题 再问我 那我要先说 说明 就是说 我跟这家公司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只是说 好给大家提供一个 就是 除了Backet 或者是PSA 之外 还有什么 鉴定公司 有在帮人家做鉴定 那还不错 因为M&T 这家在 在这个 加拿大是专门做 专门鉴定 以前是专门鉴定 这个 冰上曲棍球卡 Hockey Card 那 他当然也有做其他的鉴定 其他卡片的鉴定 但是他主要是做Hockey Card 但是 所以说 所以说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看 那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那 也请 不要吝啬 就按个赞 或者是说 留言给我们 那 今天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 拜拜